15號立法院大院質詢 竟史無前例凱天窗 權益底下立委席一片空蕩蕩 本該出現民進黨立委陳廷飛 突然改成書面質詢 而派在後面的立委們 從鴻燦漢到林楚音竟然全都不在 而主持會議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只能依照議事規則第29條第二項規定 登記發言委員 暢明三次人不在這就視為棄權 而韓國瑜依法辦事 沒想到立委們不服氣 還抱怨院長辦公室 說是被沒收了質詢權 但藍委也回擊說韓國瑜依照議事規則 何錯之有 綠營故意這樣子借題發揮 是不是過去舒適圈待太久了 所以平移形勢以為 習以為常的慣例 漏習都可以變成是常規 過後還想要繼續 包含有自己的權利 那是對面的台大醫院 不是在立法院 你跑錯院 你自己什麼時間 你本來就應該要預先在那邊等待 哪有每次都抓到這種剛好的時間 那你被人家沒收權利是剛好而已 網友也炸鍋炮轟吃到缺席的民進黨立委 上課點名沒到就是缺席還有先休息的 下面一個人都沒有 立委雙里納稅前 還好意思集體翹班 薪水小偷增多新納稅人的血 還讓行政官員等到保嗎 藍委更質疑 立委根本無心質詢 只是找理由 常常看到有把30分鐘自己縮減為15分鐘 自我嚴格就是對於行政機關的一個放水 或者是直接把口頭諮詢改成書面諮詢 連人都不用來到立法院 不要做了這麼多年的立法委員 還不了解議事規則跟規範 可能會被人家笑 但韓國瑜還是釋出善意 會再召開三黨協商尋求補救方案 好幾個民進黨立委來跟我抗議什麼意思 我們都能夠理性對話 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40多天來主持這個院會 我突然有一個感覺 這個民主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太可貴 韓國瑜再度出手 回歸議事規則依法辦事 能不能改善陋習全民都在 等著看 記得信任路徐國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